一村臺灣投 吉他吉他 2022總統及立委的投票結果 再過幾個小時就要產生了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民眾黨的競選總部 現場可以看到很多民眾呢 揮舞著棋子一同等待開票結果 讓我們來聽聽民眾的心情 以前對臺灣政治都沒有期待 然後這是第一次有期待 所以就會想要直接來現場做支持 就是不管怎樣我會一直堅持 就是支持他 然後今天如果是好的話就是很開心 然後如果是需要再努力的話 我們再一起努力就好 主要會來這邊就是支持他的理念 跟他目前所提出來的 所有的一些政政 那我自己是台北市民 所以我對他的 就是說目前為止我所感受到的東西 真的對我非常有用 包括我的家人跟一些長輩 所以我只是想要跟他講 小草一直都在 我們一定要選對的人 不能在藍綠繼續執政 藍綠惡鬥已經24年了 我們真的看不下去了 做得太爛了 所以這次一定要讓阿伯動算 我看你在直播了 你今天就上來跟大家聊聊天吧 如果阿伯真的進了總統府 那當然無可厚非 我們就是早上七點半準時上班 那如果真的沒有 我們一樣是做好每一天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們雖敗猶榮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阿伯 You are to be like a singer I will see too much 觀眾好 我們來感謝所有支持 KOWEN整的朋友